那天白依然跟着我哥回家 我看着都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皮肤白皙 长相甜美 身形娇小玲珑 肌肉线条也很好看 真的是个大美人儿 她依偎在我哥身边 那种柔弱又撩人的模样 连我这个做妹妹的都看得心疼 我哥自豪地走过来 一边给我擦嘴边上的口水 一边嘚瑟地说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白依然 我激动地马上凑上去 忍不住拉着她的手 亲切地叫她小姐姐 白依然带着微笑 礼貌地把兽抽回来 白依然给人的第一印象 可能是有点高不可攀 但她在吃饭时 对我爸妈可是热情的不得了 对他们特别上心 这跟她对我那冷冰冰的态度 简直判若两人 我躲在桌子一角偷偷观察 看她对我父母笑容满面 心里挺纳闷的 她是不是嫉妒我啊 因为我比她好看 等白依然走后 我妈就直言不讳地评价说 这姑娘心咬太多 跟你哥哥不合适 我哥哥 陆周 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怎么就不合适了 我看着挺好的啊 白依然又美又大方 又温柔又体贴 我巴不得娶她回家呢 我妈妈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 你啊 西尔跟那姑娘比起来 差了几个路下 我 也就是路下 本来正闲着没事而吃着薯片看热闹 一听这话立马就不开心了 我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 冲着我妈妈大声说 啥 你觉得我没有刚才那个小白莲 那么多心眼 妈 你这话真是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啊 陆周还没缓过神来 继续迷迷糊糊的说 妈 你和陆下可不能光看人外表啊 难怪白依然跟我说 她长得好看 从小到大不知道被多少女生嫉妒过 欺负她的事也不少呢 我跟妈妈对望了一眼 咱俩心照不宣 决定就不再管这个笨蛋了 陆周和白依然的爱情故事 因为家里人没在反对 所以发展得挺顺的 那天我正逛着街 陆周突然来了个电话 说要过来陪我 真是走大运了 有人愿意跟我一起逛街 还请客 我哪能不乐意呢 我立刻把我在的地方告诉了她 陆周来到横龙 小心翼的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 这款包包 你熟悉的销售助理 能帮忙弄到手吗 我瞥了一眼 那是X品牌的限量款 对提前下单预定 还得排队等发货 我带着点怀疑的目光 打量着陆周这位直男 你打算买给谁啊 陆周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甜甜的微笑 白依然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 你俩才认识没多久吧 她就这么大胆向你要包 不会是打算占你便宜吧 陆周急忙解释 不是 不是 不是白依然要我送的 是我自己想给她买的 我惊讶地看着她 你呀 还真会挑包啊 你怎么知道她喜欢哪一款 听陆周这么一说 她显得挺自豪的 那当然得是她重义的东西了 她掏出手机 给我瞧一眼 屏幕上是白依然发的朋友圈 写的是拼命赚钱 拼命享受生活 照片上正是那个名牌包包 我有点不以为然 冷笑着说 这分明就是故意让你看的吗 陆周听了 有点不高兴 这是她发给所有人的朋友圈 谁都能看见 她只是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而已 我本来打算偷偷买来送她 想让她猜不出是我送的 我可不想跟哥哥瞎扯淡 直接掏出手机 扫了白依然微信的二维码 把她加上了 她马上就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 我赶紧翻她朋友圈 果不其然 那条消息不翼而飞 陆周一脸猛逼 接着就转身走人了 没过多久 白依然就给我发来了微信消息 下下 我今天打算飞往东京 你有啥想要的东西让我帮你带回来吗 哦 她怎么突然这么热情 我都有点意外了 白依然是做空姐的 买东西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不过我肯定不能让她白白送我东西 不用麻烦了 真的 谢了 白依然立刻笑了起来 还客气的加了一句 真有啥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不用跟我客气哈 她说话的样子真是活泼可爱 笑起来也超级甜 难怪陆周会对她那么入迷呢 我原本以为陆周会因为这事开始对白依然保持距离 提高警惕 结果哪知道 没几天陆周就兴致勃勃地找上我了 一见面她就急着让我看白依然的朋友圈 我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照做了 一看 白依然的最新动态是她穿着空姐服装 自拍了个45度角的照片 这张照片既纯情 又带点小性感 简直让男生们看了心跳都快速上升 她手上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包包 照片下面还配了一句话 今天天气真不错 看到我那惊讶的神情 陆周脸上挂着一抹自豪的笑 依然拿到年终奖了 这包是她自己掏钱买的 不是你想的那回事 据我所知 白依然只是个普通的国际航线的空姐 一个月挣的也就两万出头 这年终奖怎么购买这个包啊 这个包包要不是她自己没买的 就是买了个山寨的 可她为啥要这么干呢 我疑惑的盯着陆周 你跟白依然聊啥了 她咋就忽然决定买这个包了 陆周依附没事人的样子 我啥也没说啊 就是那天依然问我 你怎么会加她微信的事 我就问她 你怎么回的 陆周随口一搭 我就说你想刷刷她朋友圈 我心里默默吐槽 陆周脑子不太灵光 我担心她会掉坑里 忍不住提了个醒 你别忘了 空姐挣的也不算多 她那包不一定是自己掏钱买的 陆周的脸色似乎有点变了 你可能误会宜然了 她不是你想的那种追求物质的女孩 她以前的男朋友挺阔绰的 经常给她汇钱买名牌包包 但她感觉俩人没啥共鸣 最后还是分了手 她还特别告诉我 别给她买什么贵重的东西 她跟我在一起 可不是冲着钱或者享受来的 听她这么一说 我差点没把嘴里的绿茶 喷她一脸 我一直缠着陆周 非要跟她还有白依然一起去吃个饭 坐在餐馆里 我一眼就瞅见白依然了 她身穿一条浅蓝色的裙子 背得那个限量版包包 衣服特别合身 把她的好身材衬托得刚刚好 白依然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淡妆配上淡淡的唇色 她慢悠悠地走进来的时候 餐厅里的男士们都情不自禁地朝她望去 白依然眼睛一直往前看 直接朝陆周那边走去 陆周笑得合不拢嘴 开心极了 白依然找了个座位坐下 身子微微依偎在陆周的手臂上 她先跟我打了声招呼 接着就叫服务员来点菜了 白依然对服务员的态度也是礼貌的不得了 既客气又温和 真是标准的理想女友模样 陆周一脸心疼地问她 怎么不让我去接你呢 这大热天的 你不会是坐出租车过来的吧 白依然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柔和 你今天上午开了那么久的会 肯定累坏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吗 我又不是娇生惯养的公主 陆周紧紧握着她的手 两人满含深情的对视 我情不自禁地咳嗽了一声 小姐姐 能让我瞧一瞧你的包包吗 我迅速接过白依然递过来的包 一嗅就能闻到那股熟悉的淡淡香气 这香味是品牌特殊工艺处理过的 山寨货是模仿不来的 我细细打量这个包 皮面的颗粒感觉得出来很是丰满 而且亮度也挺高 我又翻过去检查logo 字体刻画得清楚又精致 一点都不晕开 我觉得这个包应该是真的 我随口一提 问她 这种颜色的包不是挺难弄的吗 你是哪搞到的 白依然很镇定地说 前段时间去了趟日本 我认识的销售顾问 特地帮我保留了这款 我故作疑惑地眨了眨眼 问她 这包看起来价钱不菲啊 销售顾问真的会帮你留着吗 你一年挣多少钱啊 白依然的脸色微微一变 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淡淡地说 我经常飞来飞去的时候 都会帮朋友捎带东西 跟销售打交道 已经很熟悉了 我顿时明白了过来 正要开口 却被陆周不高兴地打断 下下 说话注意点礼貌 我撇了撇嘴 懒得搭理 第二天下午 我手里拿着文件 去办公室找陆周签字 他眉头紧锁 手里抓着手机 有点儿不悦地对我说 都怪你说话不经大脑 依然都不高兴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手中的手机 问 他为啥不高兴啊 我能看看吗 陆周随手把手机丢给我 我翻看微信聊天记录 里面还有好些内容 下下可能怕我抢他哥哥 才对我这样 不过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他还小呢 你真是太棒了 我得加油提升自己 好让自己配得上你 我其实没什么难过的 可能是昨天没化妆的缘故 看上去可能有点不太好 还算是幸运 陆周是我亲哥 要是换成男朋友 我这性子 估计得把人气炸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问陆周接下来有啥打算 陆周陷入了沉思 随后开口说 宜然虽然嘴上说自己没事 但我觉得他心情似乎不太对劲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心情变好点 我立刻回答到 这样的女孩子 给他送个价值不菲的礼物 他肯定能乐喝起来 听我这么一说 陆周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宜然不是那种只看重物质的女孩 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礼物 实在没辙 我只得亲自给陆周上了一堂实战课 行了 我跟你一起去选礼物 咱俩看看我挑的东西能不能让他开心 陆周没啥反应 我故意挑了百达斐力牌的那款闪亮手表 虽然挺贵的 但绝对值得珍藏 我就想试试你白依然到底会不会真的拒绝 陆周二话不说 直接刷卡买单了 晚上陆周回到家里 脸上的表情挺淡定的 看不出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凑过去问他 你女朋友今天玩得开心吗 陆周指示着我 问 夏夏 你们女孩子是不是都不太待见比自己美的姑娘 我听了有点不高兴 正想回嘴 这时候妈妈从楼上走下来 她看着我 神情很是镇定 陆周啊 你跟白依然最近怎么样 听到妈妈这么一问 陆周立刻乐呵呵地答道 妈 依然老是提起想再来咱家看看您和爸 妈妈笑着摇了摇头 你俩恋爱着呢 跑来看我们老两口做啥 真是的 不用那么麻烦 我刚在楼上听见你们聊起送礼的事了 你打算给白小姐买啥礼物啊 我挑的是百达斐力的手表 妈妈的眉头微微一皱 她问才刚认识不久 就给她送这么贵的东西 她真的接受了吗 陆周有点尴尬地点了点头 妈妈看起来很冷静 但说话的语气却相当严肃 一个真正懂得自重的女孩 不会随便接受男生送的昂贵礼物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下下 你得记住这个道理 我立刻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看陆周那表情 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哎 我最好的朋友圆圆叫我跟她一起去日本逛街呢 真是太巧了 走在东京那繁忙的街道上 我竟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白依然 她是做空姐的 出现在这儿也算是挺正常的 但有点不对劲的是 她现在正温柔地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 那位男士个头挺高的 头发剪得短短的 身上穿的是一件很休闲的T恤搭配牛仔裤 一看就知道她不是陆周 我牵着怨怨 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 白依然买东西挺大手大脚的 包 鞋 衣服 还有化妆品 买啥都是那位男士刷卡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特别亲密 不时地就抱在一起 我掏出手机 迅速给那个人的背影来了几张快照 怨怨也跑到前头给咱俩来了个正面合影 白依然似乎没注意到啥 但那男的却突然转过头 用那双锋利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虽说咱俩离得挺远 我心里还是忍不住紧张起来 感觉就像被人逮个正着似的 我使劲握住怨怨的手 咱俩赶紧撤离了呢 这回我手里握着铁正如山 真想看看白依然还能怎么洗脱呢 第二天 我满心欢喜 带着那些证据回到了江城 坐在飞机上 我瞧见了忙碌的白依然 我故意用一种挑衅的眼神盯着他 他一开始被吓了一跳 随后还是热络的过来问我 有什么需要 我心里冷笑着 懒得搭理他 一落地就静止往家走了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给陆周看的时候 他反映出奇的淡定 一点也不像是心里有什么不爽或者不开心 这让我挺意外的 看出我有点儿迷糊 陆周就主动把手机递回给我 我一看 原来是白依然发来的消息 屏幕上显示着 陆周 这次我去日本给你带礼物了哦 我还在震惊中 往下一翻 竟然看到了他和那位男士的合照自拍 只见照片里 白依然轻轻仰起嘴角 笑得那么柔情蜜意 陆周 这是我在日本的表哥 他很想请你来玩呢 我立刻回了一句 我就是不信那家伙 真是他表哥 你现在就跟着他飞去日本 找到那个男的 咱们得弄清楚 他真的是他表哥吗 陆周突然激动起来 冲我喊道 陆下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为啥这么看不惯白依然 我之前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这人这么心机重啊 我装作无辜 听陆周这么一说 我真是有点儿猛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陆周还真是不放弃啊 我明白你担心我有了女朋友之后 会分走你对我的爱 可你是我亲妹妹 她只是我女朋友 你咋就这么不理解呢 我听了火大 美好气的给陆周好好说了一通 陆周跟我顶嘴 说我这人真是不讲理 妈妈一听到我们吵架的声音 就出来打圆场 陆周继续说我 陆下 你得调整一下你的心态 试着接受白依然 我跟你说 你最好别太过分 不要老是插手 说完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妈妈望着陆周的身影 轻声说 陆周 你得知道陆下是什么脾气 别人的话可不能全信 你自己没点判断力吗 陆周顿了顿脚步 接着扭头就走了 我真的很关心他 可妈妈跟我说 别急 在公司碰到陆周 我主动和他打了声招呼 叫他晚上回家吃饭 陆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 除非我对白依然的看法有所转变 否则他暂时不打算回家 我目送他离开 心里对白依然的手腕不禁肃然起敬 然而 没几天 陆周竟然自己回来了 他满脸喜悦地告诉我和爸妈 白依然怀孕了 他打算结婚 我一惊 筷子都掉地上了 而爸妈却相对镇定 询问陆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陆周提到 他打算先弄个婚房 妈妈一听这话 眉头就皱了起来 问他 家里不是已经给你备好房子了吗 你还有啥不满意的 陆周有点尴尬的解释说 白依然看过那房子 觉得不是很合心意 而且 白依然对婚姻的安全感不太足 想在经济上有更多的保障 所以 他希望能再买一套新房 而且得是直写他自己名字的 这话一出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陆周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白依然毕竟是个女孩子嘛 他会有这样的担心很正常 不过他人挺通情达理的 要求也不算太过分 就想在望江路那边弄个平层住住 我不禁冷笑了一下 问他 这你都觉得要求不高 你可知道望江路那 一个普通的平层得卖多少钱 得两千多万呢 陆周气得脸都红了 气呼呼的说 陆下 你就是对白依然有成见 他做啥你都看不顺眼 你自己一年得砸几百万买包 白依然掏两千万买个房子 怎么就不行了 我气得蹊跷生烟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花的是咱家自己的钱 好吧 他呢 他爱买房买去呗 可咱家凭啥得掏这个钱 我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真心爱着他 而且他现在怀的是我的宝宝 我们俩又开始吵架的时候 我妈妈站了起来 打断我们 行了 两个人别闹了 陆周 只要能确定孩子确实是你的 我们陆家自然会担起所有责任 陆周有点生气地回应妈妈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依然是我的女朋友 他怀的孩子还能是别人的不成 平时不怎么出生的老爸 突然一拍桌子 严肃地说 陆周 跟妈妈说话也有礼貌 陆周赶紧垂下头 妈妈接着问他打算啥时候搞定买房这事 陆周回答说 白依然挑中了望江公寓 准备下手了 那边的房子可以马上入住 全款的大约二千万 妈妈好奇地问他打算怎么解决付款的问题 我和陆周都在咱们家的公司里打拼 虽然分道的股息还算可观 但是拿到手的工资就没那么多了 我们手头上的钱都是妈妈在帮忙管理的 她可能手上的现金不够买个房子 陆周有点犹豫不决 希望能用自己名下的那份钱 妈妈沉思了一阵 然后说 既然是要买婚房 按咱们中国的习俗 父母掏钱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陆周下定决心了 那买房的钱就由她和爸爸来出吧 看到陆周一脸吃惊 支支吾吾地说不用麻烦 妈妈态度很坚决 最后还是答应了 因为陆周觉得白依然胆小 需要人陪 她那天晚上就走了 陆周一离开 我就有点生气地跟妈妈抱怨 陆周被那女人迷得团团转 竟然还要给她买房 您怎么就不管管呢 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 语气认真的说 如果那孩子真的是陆周的 我们肯定得担起责任 那如果不是呢 我好奇地问妈妈 妈妈眼神里带着点神秘 看了我一眼 慢悠悠地说 你哥现在正沉浸在甜蜜的恋爱里 耳朵里容不下别的声音 你说话办事 得讲究策略 还得有证据 第二天 陆周在我们家的群聊里 发了个银行账号给妈妈 说那是白依然的账户 她打算今天去看房子 妈妈回了个简单的好 紧接着就迅速把2000万 打进了那张银行卡里 毕竟是全款买的新房 所以办理购房手续特别快 房子的产权证上 只写了白依然一个人的名字 白依然搬新嫁那天 我去代表我爸妈给他们送上祝福 庆祝新家落成 白依然的小妇还是那么平坦 完全瞧不出有宝宝的样子 她化了个漂亮的妆 穿梭在来贺的客人之间 陆周的目光就像被定住了似的 一直追随着白依然 脸上挂着开心的笑 我看着她那陶醉的样子 心里有点无奈的想 只要白依然对陆周是真心的 哪怕她有点儿贪财 我也能接受她成为我的嫂子 第二天 陆周对出差整整一周 她原本打算让白依然住在我这儿 好让家里的阿姨照顾她 可白依然却没同意 陆周急匆匆地回家找妈妈帮忙 可妈妈超级淡定 坚信白依然自己能搞定 看着陆周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自告奋勇说 我每天去给白依然送饭好了 陆周对我感激不尽 连声道谢 可是 当我送饭给白依然的时候 她的态度真是高高在上 还挺没礼貌的 跟对陆周的时候 完全判若两人啊 她用筷子翻来覆去的 边挑边抱怨 说自己怀孕了胃口不好 吃不下饭 我忍不住关心她 问她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晚上可以让家里的阿姨做给她 她却斜眼看着我 说不用我这个大小姐操心 她想吃啥自己会搞定 我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顶撞过啊 气得我摔门就出去了 等我回到家 手机响了 是陆周打来的 下下 我明白你这段时间不容易 但怡然现在有宝宝了 我希望你能忍一忍 如果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 尽管跟我说 尽量别让怡然看出来 你心里不乐意 毕竟孕妇的心情是挺关键的 我有点生气的追问她 她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了啥 陆周就发了个视频给我 是我摔门的那一刻 这个字认为多么纯洁无瑕的大白脸 真是厉害 那晚我肯定是没去给白依然送饭了 妈妈了解了原因之后 跟我说 既然答应了陆周 就得手信用 想到陆周对白依然那份关心 还有她看到她时脸上的笑容 我决定再忍耐几天 坚持给白依然送饭 可是第二天我站在白依然家门前 敲了又敲 就是没人应门 我心里挺着急的 毕竟她肚子里有宝宝 一个人在家 我真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岔子 我急忙掏出陆周给的那把备用钥匙 门一推开 我直接傻眼了 一个男的衣服都没穿整齐 从屋里慌慌张张跑出来 看见我也愣住了 接着 白依然一身睡衣从卧室冲出来 大声嚷嚷着让那男的赶紧逃 那哥们连鞋都没顾得上船 慌慌张张的挤过我往外冲 我这才反应过来 气得直接把手里的饭盒摔地上 冲着白依然怒吼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我哥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敢在婚房搞这种事 白依然一边理着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一边不屑的冲我说 你去找陆周吧 看他是信你的还是信我的 想到陆周一直站在白依然这边 而我手上又没有任何实锤 我只好选择了沉默 吓吓 我知道我犯错了 求你别告诉你哥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行不行 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一句话也不说 白依然看我这样 就走过来 抓住我的手臂 轻轻摇晃 打声打气地问我 怎么了 不理人家吗 我浑身一阵冷战 身吸了一口气 我开口了 你以前谈过多少男友 我不在乎 你是真心喜欢我哥 还是看上他的钱 我也不想管 但有一点你得记牢 那就是千万别伤害我哥 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白依然急忙抬起手来保证说 放心吧 我发誓 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我会好好照顾陆周的 我蹲下身子 开始清理地上散落的饭菜和汤水 白依然随意地提到 下午家里的阿姨会来打扫 叫我不用操心了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能就这么不管 毕竟这也是个机会 我可以顺便处理一些东西 我一离开白依然 立刻让愿愿帮忙安排个人全天盯着她 晚上得知她要去一家日本料理店 我和愿愿也匆匆前往 那家店虽小 装潢简单大方 味道也挺好 我们之前也来过几回 我们一进门就直奔厅里的柱子后面坐下 那挺隐秘的 不是常客的话 一般都不会注意到柱子后面还坐着人 我听见白依然的声音虽小 却听得清清楚楚 咱们怎么挑了这么个简陋的地儿啊 她说话的口气挺硬 听着有点儿埋怨 别这样嘛 姐 这家店的菜可新鲜了 你尝尝 肯定和你口味 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急匆匆地解释了一番 然后又赶紧问白依然 姐 听闻你要嫁给陆周了 对啊 这种感情经验不丰富的傻瓜 很好搞定的 之前你不是说陆周挺木讷的 缺乏浪漫情调吗 她虽然不浪漫 但钱多啊 女人天生就得靠年轻和美貌谋生 我自然得抓紧时间找个富有的人结婚 穿起那家伙怎么样了 还有你们公司的那位机长 还有那位金融界的帅哥 哦对了 还有那个一直在追你的IT男 你打算都甩了 那些不过是玩而已 说到穿起 他虽然大方 但他可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他不会跟我走进婚姻的殿堂的 至于那个金融男 他不过是个床扮 他的外表和技巧足以让我欲罢不能 那个搞IT的男生 别提了 我跟他约会好一阵子 他才给我买了两个一万多块的包包 实在是太扣门了 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至于王机长吗 我对他还是有点小心动的 可是人家已经有家事了呢 再说了 他跟陆周比起来 家底儿也差远了 姐 你这么一说 看来陆周确实是最合适结婚的人选呢 确实 我挺会看人的 不过说到陆周 他们家是有钱 可他妹妹特别让人头疼 精明得很 对我也老是提防着 哎 你嫁给陆周 又不是嫁给他全家 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 你不明白 他们这样的家庭 没有家里人点头 婚事根本就谈不上 如果他为了我跟家里人闹翻 可能连分文度拿不到 我又不傻 干嘛要个身无分文的男人 他不就已经给你搞定一套房了吗 价值两千多万的那种 可他家企业那么庞大 一栋房子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白依然抱怨道 陆周的妹妹比他精明多了 我原本打算从陆周这儿聊点好处 结果被那丫头给识破了 我好不容易让陆周送了快表 结果又被他给戳穿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掏出我多年的积蓄 退回那快表 这才平息了陆周的怀疑 他的态度真是凶巴巴的 满眼看着我都是仇事 上回我给陆周搞了块手表 掏了二十万 算了吧 虽然心疼 可是想到将来咱们结婚了 不光是房产 连公司都归我 这点牺牲也值了 姐 你是怎么瞒着陆周的啊 他难道没发现你怀孕了 说到这儿 女孩的声音沉了下来 白依然带着一丝讽刺的笑意说 本来还得绞尽脑汁找个理由来假装流产 现在倒好 有人自己跳出来了 是谁呀 就是陆周的妹妹 她昨天撞见我和那个金融界的男人约会了 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她把这事告诉陆周 你俩不就麻烦大了 别急嘛 陆周现在对我信任的不得了 我说的话她全信 呵呵 你想想 如果她知道了 她妹妹故意找我麻烦 气得我流产了 她会有什么反应 姐 你真牛 我听得入迷 目瞪口呆 对白依然配的手段真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陆周真倒霉 撞上的那个小白莲不光是个情场高手 心肠还特别狠 恋爱啊 就跟一束绿光似的 绿的让人心里发毛 我该怎么办呢 是该管一管 还是置之不离呢 现在陆周对我插手她的感情事开始有点而反感了 我真不想看着陆周被骗 吃亏 而且我也得小心不能让那个绿茶表得逞 我决定要先采取行动 陆周才刚回到公司 电话铃声就响了 是她爸爸打来的 催她快点回家 我立刻就去了她的办公室 我跟陆周说 我打算请白依然吃饭 想要向她道个歉 因为我上次说的话实在是太冲了 陆周听了挺开心的 夸我挺懂事的 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但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白依然在电话那头撒娇 催着陆周赶紧回家 说她感觉身体不太对劲 我就贴在陆周身边 听得一清二楚 陆周看着我 显得有点为难 她也想赶回去陪着白依然 我马上就急了 说 哥 孕妇身体不舒服 这是可大了 你还是别回去了 直接打120吧 让救护车把她送到三院去 我有个朋友就在三院的妇产科上班 咱们现在就过去找她 得给白依然做个彻底检查 心里才踏实 我讲话声音不小 结果白依然都听见了 她立刻打断我 轻描淡写的说 没事 不用跑医院 就是稍微累了点 很常见的 咱们中午想吃点啥 接白依然身上那件淡绿色的连衣裙 真是清爽又雅致 她就跟一朵被荷叶衬托的白莲花似的 吃饭的时候 我真心实意的向白依然道了个歉 姐 别往心里去 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不太过脑子 白依然用她那柔和的目光看着我 脸上挂着一抹不解的笑容 我懂你 真的没关系的 她侧过头 满眼深情的望着路舟 接着又补充道 当然了 我也会努力对你俩都好 这番话听着挺有心计的 不过我进而各有急事 没心思跟她较劲 我举起了酒杯 笑着说 咱们碰个杯 把误解都冲淡了吧 白依然也端起了她的果汁杯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从门口冲了出来 一不小心撞到了白依然 白依然完全没来得及反应 果汁就全泼在自己身上了 那女孩急忙站住 连声说着对不起 白依然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看起来挺生气的 但她瞥了路舟一眼 马上又换上了一副和缓的表情 轻声地安慰那位女孩 告诉她不用担心 我立刻站了起来 边扶着白依然边说 咱们去卫生间弄弄吧 那个不小心撞到人的女孩 也立刻表示同意 坚持要陪着一起去 白依然无奈地看了看 自己是搭搭的裙子 只好点头同意了 在卫生间里 白依然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手用纸巾试图把裙子上的水子擦干 我好心提个醒儿 跟她说 把手机放这儿吧 免得一不小心掉水池里去了 白依然犹豫了那么一会儿 但还是决定把手机搁到一边的台子上了 我趁机溜过去 身子一挡 就帮白依然忙着擦拭她的裙子 那女孩儿不小心撞到白依然 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可白依然明显有点儿烦了 我就打去试地开了句玩笑 我家那位已经不跟你计较了 快点儿走吧 那女孩子一听这话 如是重负 脚步轻快地离开了 等到白依然整理好自己的裙摆 我们一起回到了先前的地方 白依然一坐下 就迅速拿起手机 结果立刻尖叫起来 这手机不是我的 陆周立刻关切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白依然急忙站起来 情急之下说道 我的手机被人拿错了 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她 这怎么可能 你之前怎么没注意到 白依然急得满脸通红 解释说 我才换了新手机 还没来得及配个专用的手机壳 所以没留意 我猜可能是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 被人误拿了 我哥哥马上掏出手机 给白依然打了过去 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我跟白依然说别着急 如果那个人发现拿错东西了 肯定会找你的 实在不行 咱们再去办张新卡吧 但是白依然急得不得了 摇头连连 说手机里头有好多重要东西呢 陆周打了好几个电话 可是那边就是不接 我们俩一块回到了他们新班的家 一进门 陆周的手机就响了 是他妈打来的 妈妈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挺想他的 希望他能抽空回家看看 陆周站在哪 犹豫着要不要走 白依然看出他的犹豫 就很体贴地劝他 还是先回家吧 那天晚上十点多 陆周正在书房里 突然接到了白依然打来的电话 我正好路过他的书房 电话那头的女孩子很不好意思地说 他就是白天不小心撞到白依然的那个女孩 因为一直忙到现在 这才发现自己手机拿错了 他之所以给陆周打电话 是因为他拨自己的号码时 手机已经关机了 而且他发现白依然的手机里 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陆周打来的 陆周急忙询问那女孩住哪 说自己马上就去拿手机 女孩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我抓住正要出门的陆周 问他 你是要赶回去找白依然吗 陆周轻轻点了点头 我示意他看看手机时间 都快十一点了 白依然应该已经进入梦乡了 毕竟对孕妇来说 好好睡觉是最要紧的 陆周有点犹豫 我就提了个主意 咱们俩合力把他手机拿回来 等到明天一大早再还给他 这样他也不会用手机用不上 陆周听我这么一说 就同意了 拉着我一起出了门 我们很快就遇到了那位女孩子 也顺利地拿回了白依然的手机 陆周把自己的号码留给了他 并且答应第二天把手机亲自还给他 女孩子答应了 临走前还特意说了 真不好意思 我因为急着要联系你们 就把手机的锁屏密码给解了 不过我保证 除了打个电话外 其他什么都没动 咦 你把手机解锁了 我大声地问 女孩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真的很对不起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 只能这么做了 放心吧 我男朋友用软件解的锁 手机绝对没坏 是这样啊 那我们对亲自试试看手机有没有问题 你把密码告诉我 我严肃地说 772773 女孩迅速地爆出了密码 我正要用手机解锁 可是陆周突然握住我的手说 这可是白依然的手机 我们随便翻看 好像不太合适吧 我有点急了 摇了摇头说 现在哪顾得上那么多啊 要是他们把小姐姐的手机搞坏了咋办 我还是亲自检查一下 心里才踏实 话音刚落 我就迫不及待地解锁了手机 手机屏幕一亮 立刻跳出一条微信提醒 宝贝 你都放假超过一个月了 我真的超级想你的 我们啥时候能定个时间见个面啊 你老公啥时候出差去呢 我一转头 就看见陆周的脸色都快绿了 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我的手机屏幕上 我赶紧点开了微信 这回陆周却没再拦我 我发现手机里有好几条消息还没看 我赶紧点开了跟白依然的微信 被注明是王机长的聊天记录一大堆 翻看之下 明显能感觉到白依然跟这位机长交往已经不短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位机长竟然还录下了他们俩的亲密视频 他们俩的足迹遍布各地 不停地在寻找新鲜感 不管是国内外的各种大酒店 他们似乎都留下了回忆 白依然在微信上跟那个飞行员聊天时透露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陆周很有钱 他根本就不会考虑跟陆周在一起 但是那个飞行员已经成家了 他也没得选 只好跟陆周结婚 他还说 其实他心里真正爱的是那个飞行员 甚至说好了 就算他结婚了 也要跟飞行员保持联系 我看我哥那脸色 真是越来越难看了 感觉他都快气爆了 我赶忙拉着他往家里走 手机里头 存了好些白依然的私事 那个日本哥们 就是他在日本的男朋友 俩人在东京老是见面 白依然身上那些大牌包啊 衣服啊 都是他给买的 这事儿是不是你搞的鬼 陆周只要不是陷入热恋的状态 其实挺机智的 我轻轻点头 表示同意 他盯着我 眼睛都泛红了 那些消息是真的吗 我随意的耸了耸肩 你心里明白 那是真的 你怎么能确定他就是那样的人 他在日本和那男的亲密的很 那能是表哥吗 咱俩亲如手足 你会在人前搂腰轻轻摸摸的 我哥一副鄙试的样子 把我推开了 我绝着嘴接着说 我还尾随他去了那家日本料理店 恰好听到他说了些什么 听到了啥 我就把他出差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儿都跟他说了一遍 还把那天的录音放给他听了 陆周点了点头 表示他会处理这事儿 看他那副不高兴的脸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试着去安抚他 哥 不要太伤心了 真的 还有很多好姑娘的 陆周默默无语了一阵 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说 小妹 你早点去睡吧 我得静一静 我起身站立 抱歉 不要对哥哥生气哦 陆周的声音从我背后飘来 我回头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给他 第二天一大早 陆周显得特别疲惫 他问我怎么白依然那换的手机 怎么打不通电话呢 我搓了搓眼镜 告诉他那手机本来就是个坏的 跟我说 那咱们就别跟白依然说 手机找回来了 我点头 表示赞同 后来 陆周买了个新手机 然后带上我一起去找白依然 白依然那通常光鲜亮丽的脸蛋 此刻却挂着两个深深的熊猫眼 就连浓妆都掩饰不住 他一边抽气 一边对陆周说 昨天那个女孩绝对是蓄意的 他简直就是个小偷 我手上这部手机现在彻底废了 根本用不了 咱们得报警 我看陆周似乎有点犹豫 就轻轻地拍了拍白依然的后背 跟他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我已经给你弄了不新手机 你只得去搞张新SIM卡就行了 进而个咱们还有更紧要的事儿对忙 咱们快点而动身吧 白依然有点而意外 就问有啥大事儿 陆周看上去挺累的 可他还是拼命地振作精神说 我憋了好几天的惊喜给你 我敢打包票 你绝对会喜欢的 我注意到白依然一开始有点而吃惊 但他很快就脸红了 也没再提报警的事儿 就挽着陆周的胳膊 准备离开了 陆周有点而迟疑地看了看白依然的肚子 关心地问 咱们出去可能得花点时间 你感觉怎么样 如果白依然对陆周稍微关注一些 他肯定能感觉到陆周脸上那种痛苦和失落的神情 他好像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根本就没注意到陆周在旁边 他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满脸幸福地分享着 我觉得咱家小宝贝能感觉到爸爸回家了 金儿个特别乖 我今天也特别有精神 我看见陆周紧握着拳头 手上的青筋都秃了出来 感觉他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就回了句那真是太好了 声音有点低沉 还带着点沙哑 后来 陆周开车带我们去了郊外的一个庄园式酒店 那套房间布置得特别用心 屋子里到处都是鲜花 门边还挂着大大的红色 Love字样 陆周突然转身 单膝跪地 满眼期待地看着白怡然 怡然 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 我有点耳猛 陆周这是闹哪样 白怡然面对陆周那份满满的真情流露 虽然手上没戴戒指 但还是害羞地轻轻点头答应了 陆周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我订的那个国外的定制求婚戒指还没弄好呢 可我又不想延后求婚的时刻 怡然 你就先将就一下 戒指一旦完成 我立刻就送到你手上 白怡然急忙回应 宝贝 戒指啊 花啊什么的都不重要 只要是你提出来的 我都答应 我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了眼睛和嘴 实在是太年轻了 这种让人难受的场景 我真受不了 怡然 你也知道我家那边的情况挺复杂的 咱们如果订婚了 你可能就得辞掉工作 陆周对白怡然这么说 白怡然一脸幸福地答应着 没关系的 我愿意全心全意来照顾你 陆周的脸上露出了点尴尬 怡然 我家那边对咱俩的事还挺忧心的 能不能你主动点儿 白怡然听后有点儿迷糊 陆周接着解释说 你现在怀上宝宝了 我更希望你能在家好好待着休息 这样家里人也能放心不少 那我现在就辞职吗 可是 我没工资怎么过日子啊 白怡然撒娇地说 陆周立刻安慰他说 我刚办了一张额度很高的信用卡 银行这两天就会把卡发给我 放心吧 你的生活肯定不会有任何麻烦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说 你现在都买房了 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白怡然听了 开心地转过身来 紧紧抱住陆周 感激地说 陆周 你真的很为我考虑 我太感动了 显得有点累的陆周 轻轻推开白怡然 问了他一个问题 怡然 要是嫁给我 你会不会觉得委屈 怎么会呢 我可是真的很喜欢你 听到这话 陆周随口问了白怡然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们公司快要举办50周年的庆典了 我也收到了邀请 白怡然点了点头 说公司的确邀请了一些特别的客户来参加庆祝活动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 我本来下个月公司还有个特别的活动 现在看来是去不成了 反正也没啥比你更重要的事 白怡然这么一说 还特意看了陆周一眼 像是在炫耀自己的牺牲 陆周的眼镜立刻亮了起来 追问白怡然是什么特别活动 白怡然脸上带着点害羞的笑容 其实是我的鼓针独奏会 陆周听了 当场告诉白怡然 你可以等到跳完舞再正式辞职 陆周还打算当天表演结束后 当众在向他求婚一次 白怡然脸上的表情很不确定 没马上答应 但陆周满脸得意 说那天一定要表现得棒棒的 让白怡然的同事们都嫉妒他 听完之后 白怡然的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很快 他就点头表示赞同 行吧 显然 陆周对白怡然那颗爱蓄荣的心 了如指掌 到了白怡然公司成立 17周年的庆典那天 陆周带着我一起参加了 会场真的很大气 毕竟这是一家相当有规模的航空公司 在公司领导发表了一番 振奋人心的讲话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精彩的表演环节 突然间 陆周站了起来 一把拉着我直奔负责播放设备的工作人呐 他自我介绍说是公司的媒体宣传的头 老板突然来了个急需 要求咱们得加播一段公司的宣传短片 让那位赶紧操作 得把一个文件给拷贝进去 现场的氛围紧张得不得了 热闹得很 负责设备的那位也忙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因为陆周穿得挺得体 说话又镇定自若的 反正就是挺有说服力的 那人虽然有点犹豫 但还是接过了U盘 随口问了句 这个得差到哪个环节啊 陆周一脸镇定 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信心 杜总亲口交代的 得在白依然那段骨针独奏前面加进去 听陆周这么一说 连老板姓什么 哪位艺人负责哪个节目都脱口而出 那人顿时不再怀疑 心里对他的身份信了个七七八八 于是 我马上开始把文件复制过来 会场的正前方 左边和右边都装了一块巨大的屏幕 四周还有环绕立体声音响 白依然浓装艳抹 站在舞台的正中央 紧接着 三个大屏幕同步播放起了白依然和那位机长的精彩镜头 让观众们能够全方位无遗漏地欣赏到 各种动作 各种场景 各种激情的呼喊声 应有尽有 现场真是热闹极了 观众们先是一头雾水 接着变得津津有味 最后热烈讨论起来 白依然显然被吓得呆住了 就那么僵硬地站在舞台上一动不动 有人急忙跑到放映器材呢 想直接拔电源线 王机长冲上去却拔错了线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会场的灯光开关 本来为了表演特意调低的灯光 一下子就变得明亮起来 在大屏幕上 王机长和白依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白依然站在台中央 脸色惨白的就像张白指 忽然 有人不经意间大叫 瞧 视频里那女的就是台上的那位姑娘 这话一出 原本坐着的观众们立刻站起身来 目光全都聚焦在女主角身上 白依然脸色惨白 一屁股坐倒在地 连脸都埋了下去 看她那样子 似乎是羞得无地自容 陆周脸上挂着冷漠的神情 对着眼前的闹剧一句话也不说 我在回家的路上忍不住问她 为啥不直接让人把白依然给吵了 陆周一本正经的说 凭啥正直的人就得去背这个黑锅 如果我只是和她撇清关系 用点手段让她丢了工作 她还是会去找下一个IT男 金融男或者工科男来顶替我 很多老实巴交的人没我这么走运 他们没机会看清楚白依然的真面目 那天现场重量级的人物很多 加上媒体四处报道 这事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白依然想再勾搭个有钱人 估计是没戏了 我们家马上就把望江路 那套大户型的房子要回来了 都得感谢妈妈在银行转账的时候 特意加了个备注 赠予儿媳妇买婚房的钱 就这么几个字 咱们就避免了2000万的亏损 按照法律的说法 恋爱期间如果是为了结婚而有的大额赠送 这可以被看作是有条件的赠予 这样一来 哪怕陆周已经把房子送给白依然了 如果他俩最后没能结婚 白依然还是得把房子还给陆周的 陆周和白依然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此那套房子应该还给陆周 白依然不仅失去了爱人 还失去了财产 他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放手 他含泪向陆周诉说自己的悔意 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够好 让你受了很多冤枉 但我发誓 我的心里只有你 陆周 我求你 原谅我吧 也为了我们的宝宝 白依然还是不肯承认错误 坚持撒谎 陆周一脸痛苦地对他说 你要是没这么过分 我其实还想给你留点尊严呢 骗我钱财和感情 就算了吧 那是我自己没识人 可你为啥要害我的家人呢 伤害我的尊严 白依然急忙摇头 连连否认自己根本没做过那些事 陆周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录音笔来 我哪有怀孕啊 那都是我编的故事 就为了骗陆周这个笨蛋帮我买房 等他一回来 我就装作大哭 跟他说是他心爱的妹妹 害得我人流 哼 陆周真是太好骗了 宝贝 咱们明个去XX酒店吧 我这儿不太妙 他妹妹老是蹦搭出现 要是再让他撞见 咱们可就麻烦了 看样子 住在那么宽敞的房子里 再加上陆周那么信任和宠爱他 白依然确实没那么警觉了 自个儿在家打电话都不避讳 哼 小绿茶 还和我斗 一封 小绿茶 小绿茶 一封 小绿 一封 小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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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绿茶